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就在中共二十大前 他们感到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时候 13日 北京出现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它或将改变二十大的布局 或将改变中国的现状 现在 中国大陆网络如灵大敌 拼命删帖屏蔽 但在海外 则是全网热议 据大陆网民翻墙 上载到海外媒体的视频和照片显示 13日周四上午 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上 突然浓烟滚滚 只见桥上凸现两条巨大横幅 一条横幅上写着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风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而右边的另一条横幅则写着 罢客罢工 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据知情人透露 该抗议人士名为彭寨周 本名彭立发 据信 他已被警方逮捕 当时他在 桥上突然焚烟 可能是为了吸引目光到横幅标语上 而挂横幅的他 看来是准备很充分 他头戴安全帽 戴扩音器 有勇有志有谋 像是公路桥梁的维修工人的打扮 他在桥上逗留了好一阵子 只见他把横幅挂好后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观看 他在桥上燃起一堆火 冒出滚滚的浓烟 格外引人注目 人们注意到横幅是手写的 看来是亲自书写 亲自缝制的 可能是因为反动文字 打印店不给打印 怕连累别人 不致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是自己操作的这一切 有人感慨道 这有点像六四前夕 太刺激了 我有点窒息 看起来二十大会有动作了 我相信 他是抱着必死的心 来做这件事的 不想隐隐狗狗活得不像个人 这一事件曝光后 立刻引起了网络大地震 人们纷纷议论这件事情 人们说这是个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很多人胜战这是人民的觉醒 这位挂痕斧者是勇士 致敬勇士 真爷们 不论怎样 这绝对是个汉子 好汉 英雄 每多一个这样的汉子 中国就多一份希望改变了 向勇士致敬 壮哉 泪目 有人说这是我三年来看过的最好的照片 我流泪了 向英雄致敬 在政治高压环境中 这位勇士发出了反专制独裁 追求民主自由的时代最强音 为勇士点赞 向这位勇士致敬 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 称此过街桥勇士 是33年后的坦克人 北京天桥上挂横幅事件 确实是中共建政以来 有人再次公开站出来反独裁专制 呼唤民主自由的一件大事 人们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拼死呐喊 只要民怨达到一定程度 根本不需要什么严密组织 揭竿而起只需登高一呼 从传出来的视频显示 此人冲上高架桥确实很猛 我的天哪 太悲壮了 除了挂横幅点狼烟 还用高音喇叭 反复朗诵横幅内容 看来确实是也有人说 我懦弱 作为80后 我单膝下跪 向这样的孤勇者致敬 当今中国竟有一人是男儿 中国竟然出现真正英雄 还有人圣战说 时代遍地砖瓦 却欠这种优雅 风潇潇溪溢溢溢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还 此地别烟丹 壮士法冲冠 西时人已没 今日水游寒 我居然流泪了 对不起 我想到谭四同 今天的勇士的英勇行为 犹如当年的汪精卫 刺杀摄政王事件 必将轻史留名 还有人感慨地说 如果再过50年 我们孙子辈依然在 重复这样的事情 请他们朝我的墓碑 撒尿吐口水 因为我的懦弱 网友先于贵而说 居然让我想起了 我老公在89年贴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政治标语 5000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 个人崇拜 从今可以修矣 后祸行无期 这人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我此刻已是热泪盈眶 如果没有最后的那句话 可能判个寻衅滋事 也就两三年 但是有那个调幅的话 可能不低于十年 甚至会被弄死 这个人很勇敢 一定也是对墙内环境太绝望了 人们留言说 请关注这位英雄的下落 让国际社会保障他言论自由 反对中共独裁暴政 希望勇士及他的家人一切安好 希望壮士安全 要活下来 这事对于警方也是个难题 影响太大 处罚轻了 扰乱社会治安 最多拘留15天 上边肯定不满意 若处罚中了 又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不能归入破坏国家安全罪吧 想让你什么罪就什么罪啊 因为它不是法治国家 还有人猜测量刑估计不会少于十年 太悲壮了 另外中共是有把消息按住的能力的 比如张高丽这事 就没有起多大的水花 对于独裁专制的国家来说 这很可能是流血的代价 但是中共尤为胜 可能这位勇士连性命也保不住 但是向他致敬 一手金钟报国 送给今天冲塔桥的猛士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一位军中人士发帖说 呼吁国际关注 看能不能保住义士的命 无论如何 希望他平安 同时他表示 如果勇士入狱了 或者被中共弄没了 我在北京 我可能会起意 有人说 这是无谓的牺牲 精神值得赞赏 行为值得同情 那片土地没救 假如有救 需要至少六百年 孟德斯鳩说的 还有人说 意识啊 可是有什么用呢 白白死了 周围的看客门 跟看猴一样 无动于衷 说不定还有几个 抢着沾馒头的 有人则回应说 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勇气 而你只会强调 这种肤浅又懦弱的言论 但更多的人则认为 其实我是真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老百姓 逼到这个地步 他们只是想要 最普通的生活 搞不懂 百姓已经够温顺了 说句难听点的 早都被高压驯化了 那还这么秀肌肉 到底是为啥啊 更多人认为 这种事有 总比没有强 共产党统治下 要吃饭 要自由 没有免费的 总要付出代价 背后就算有谁指使的 面对穷凶极恶 天良丧尽的共产党 这种敢于说出心底话的人 都是功德无量的 无能 无胆 无行动 又想要自由和吃饭的 这位网友认为 只是以后要用脑子和注意方式方法 给核酸亭来颗莫洛托夫鸡尾酒 再替领导和军警接送一下老婆孩子 那有效多了 人们认为冲上天桥挂横幅 这种做法还是有用的 有人说 我相信这种声音总是有用的 即使埋在每个路人的心底 也会像一粒种子 中共大把大把 把纳税人的钱往外扔 在国内搞这个清零运动 民不聊生 是国家之最大祸患 即使不能改变什么 但这样的勇气 正是绝大多数国人所缺乏的 也许挂横幅的人会被消失 就算知道的人很少 但此事件的意义重大 时候还不到 现在其实很多人已经恨透共产党了 但是独裁体制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状态 会有各种利益需要权衡 但是当所有人都没有收益的时候 就要准备清算了 中国人现在慢慢可以分清楚 中共不是中国了 现在的中共政权 不过是用谎言思想 洗脑统治中国的另一个朝廷而已 到了清算的时候 不会比清朝好多少 还有人说 横幅上讲得很真实 事实的确是核酸让大家生活质量降低了很多 而且失业或者无业人口越来越多 经济不景气 很多人都觉得这次疫情防控本来就是错误的 只不过中共政府不敢承认错误 也许以后可能才敢承认 就像文革一样 一位网友还介绍说 日前去新疆旅游的现在全部都不让回来 被围起来在农场劳动了 摘葡萄晒葡萄干或者放羊 一天只给120块钱 真人真事 我朋友就在那儿 一位朋友说 历史的魅力在于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nobody 就能让平衡打破 推倒多米诺骨牌 甚至揭开皇帝的新衣 改变历史 在七中全会上 表决的方式竟然还是举手表决 老大先举手 然后回顾四周查看举手情况 这样举手表决意义在哪儿呢 有人呼吁 全世界人民应该响应起来 世界上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大朝鲜了 很多人想把北京天桥横幅事件的视频和图片 传到微信、微博上 但是都无法传送 很多人因此被封号 有人介绍说 不修改图片肯定是会遭到屏蔽的 但修改后不用多久也会被屏蔽 图片是按色块来识别的 这种事情为了封锁拨开 中共网管是要从严来审核的 目前四通桥关键字 已经无法搜索到最新微博 微信、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 正在加班加点辛苦工作 他们正在把所有关于北京横幅事情的消息消失于墙内网络 通过这件事情 一些人认识到了中共封锁的恐怖 有人说 我微信发不出去这张图片 今天群里我发了图片 几分钟微信封号三天 2018年 我微信号被永久封号 前几个月被封号一天 今天再次封号三天 朋友告诉我 如果还有下次 可能会再次永久封号 我怕吗 我心里真的怕了一下 我还在盘算着全身而退 想着去过自由的后半身 想着留的青山寨 未来也许可以重整旧山河 我身边也有几个人被封了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震惊、愤怒和恐惧 现在就连北京的桥 歌曲都成了敏感词了 刚刚走在路上 还听人打电话在讨论不要核酸要吃饭 可见此事关注度极大 为此有人还预测说 现在北京每个立交桥上 包括人行天桥 都会有武警或警察值班了 联想到2002年 长春法轮功电视插播后 中共警察每天都派专人 看着每根电线杆子 生怕再有人爬上去 再来个电视插播 其实在国际社会 在街头喊个口号或挂个横幅等 这不过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正常表达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也没有人去管制你 但在中国可能却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相差何等之大 这在中共统治下 已经多次出现过的事了 历史似乎在重演 但又似乎不会再回到那个热血汹涌的连带了 确实如此 有人说永不足以平 挟之大者也 横幅事件 映衬出了我自己的懦弱与卑微 这一把火不会是结束 只会是开始 从另一方面说 北京天桥上出现风火 狼烟 狼碎 是一种市井的信号 大陆民众再次勇敢的迈出了这一步 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抗争从勇气信心开始 终会有希望 中共最恐惧民众大觉醒 现在更多的民众抱团反抗 在中国大陆已成星火燎原 遍地开花之势 这是勇士用血肉生命吹响的号角 或许更多的人行动起来 中共独裁暴政 灭亡会指日可待 好 关于33年后的坦克人 震撼二十大 军方人士称 可能会起义的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